你见过被解救后回头说感谢的狐狸吗? 画面中的这只狐狸不慎被围网给缠绕了起来,幸运的它被老爷爷发现了。 好心肠的老大爷拿来工具准备开始救援。 狐狸非常的聪明,还具有一定的攻击性,老爷爷为了自身安全拿来套杆。 狐狸被这莫名其妙的东西给吓到了,此时的小狐狸还不明白老大爷的意图, 他开始挣扎了起来,老爷爷小心翼翼的控制住了他的脖子,从工具箱拿出来了一把剪刀。 这只小狐狸不知道在这里被困多久了,围网在他身体上缠绕了一圈又一圈, 狐狸看到老爷爷并没有伤害他的意图,慢慢的选择了信任。 由于老爷爷已经年过七旬半,手脚不利索了,救援进度相当的缓慢。 但是老大爷这颗善良的心,值得我们为他点个赞。 都说狐狸在成仙之前都会遭遇劫难,老爷爷就是来帮他渡劫的。 狐狸含情默默望着老爷爷,似乎他要记住老爷爷的模样, 待到时机成熟之后,他定会前来报答救命之恩。 围网慢慢的被剪断了下来,这也使狐狸身体轻松了许多。 狐狸从古至今都是幸福美满之兆,看到这里, 如果你还在点亮一旁小红心,取下自己美好的愿望并留下一句大吉大利。 通灵性的狐狸定会帮你一一实现。 就过两个小时的不断努力,老爷爷终于成功把小狐狸身体上的围网剪断了。 小狐狸重获自由了,老爷爷小心地为他解除脖子上的套感。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小狐狸并没有离去, 他凑近套感闻着老爷爷的味道,他要记住这个味道来日讨报恩。 几日过后,狐狸闻着老爷爷的味道找到了他, 这是他回来感谢来了,看他们已经熟悉彼此玩得不亦乐乎, 最后我们给善良的老爷爷点个大大的赞。